澳门在没有成员国和业界的申请情况下面 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 对中国电动汽车正收最高达38.1%的临时反补贴税 中方对此高度关切强烈不满 我们也同时注意到 苏尔茨总理最近公开反对这项调查 认为此举举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你也认为征收惩罚性关税是一个最糟糕的选择 特别注意到你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并支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本案 我对此表示高度的赞赏 我对此提出非常严重 而这可能是非常严重的收断 虽然费交流者 不可能是否有任何方式的技術 或是否有任何方式的技術 所以,不可能只要是非政府 而是非政府的一切 而是非政府的一切 我們要達成的目標